年年秋色最深处 碎碎双酱如漆制 今天就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双酱 有句农艳说 双打的青菜格外甜 小时候也经常听长辈们说 各种蔬果被双打过之后 会变得更好吃 原来一些风霜 是美味的蜜牛 那我想人生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难免会经历一些风霜 但也会在风霜后 也一定会有额外的一些新的感悟和收获 常常是甜字风霜来 突然感觉严肃了起来 那总之 其实双酱也是一年当中 最适合郁寒进补的时间 正好有一个理由可以好好吃一堆了 我准备了被双打红的柿子 哇 好甜 祝大家试事顺心 那我再来尝一尝被双打甜的小青菜吧 好像真的有变得更好吃 还有就是 双打萝卜炖牛腩 也有可能这个牛也被双打过 牛 来尝一尝 来尝一下吧 来尝一下吧 能在微凉的天气里喝上这热气腾腾的一口 真的是太棒了 话不多说我要继续开吃了 大家也要打开饿了吗 搜石令官 尝尝双打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